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在北京扎下根 大家包粽子的地方就是他在北京开的音乐餐厅 这次粽子的配料就是他特别为大家准备的 而且还是他妈妈特别给的配方 这是已经好几年在北京过端午节了 但是这次邀请我们的台青跟我们其他台湾好朋友 一起在这个特别的时间来到小店一起相聚 同时一起动手来包这个粽子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真信大家的情谊 能够把我们美好的画面传回去 现在在台湾的家人们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很健康也很安全 也希望大家一起共度这个美好的节日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艺舟到场 与在京台青台生一同欢度端午 大家动手制作具有台湾风味的粽子 一边聊家常一边包粽子 感受浓浓的家乡味 在这里大家就跟亲人一样 你看我们在跟一家人一样 在一块包粽子一块吃粽子 愉快地度过我们美好的端午佳节 所以今天大家能够聚在一块 就是要能够化解大家的乡愁 让大家能够感觉到 我们今天算是回到家了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岛内 新冠疫情的最新情况 据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2号公布的数据 台湾当天新增250例 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经连续29天 本土确诊超百例 累计确诊达12746例 另外当天确诊的病例当中 新增26例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病例达到411例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12号新增的250例 本土新冠确诊病例 为116例男性 134例女性 个案分布 以新北市133例最多 其次为台北市65例 基隆市16例 桃园市13例 苗栗县9例 花莲县3例 宜兰县新竹市 彰化县及台中市各2例 高雄市云林县新竹县 各1例 虽然这几天 病例稍微比较少一点 不过我们还是要非常的谨慎以对 我想能够先稳住 然后再把应该做的事情一步一步把它做好 那希望能够把疫情能够控制住 另外12号新增26例死亡个案 共计为男性17位 女性9位 累计死亡病例为411例 死亡率达到3.2% 再度升高 指挥中心分析死亡个案年龄分布 发现80岁以上年长者 占31.4% 70到79岁占30.8% 60到69岁占28.2% 光是60岁以上的死亡个案 就占了将近九成 因此加快新冠疫苗接种 成为降低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接种数 为767,160剂 其中不良反应事件1059件 疑似严重不良反应事件112件 莫德纳新冠疫苗接种数为15,140剂 其中不良反应事件2件 疑似严重不良反应事件1件 此外台湾地区首批 莫德纳新冠疫苗已经开打 首批的7万剂 从9号起 让第一线未打过新冠疫苗的 医护人员优先接种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2号表示 即日起开放所有第一类对象 包括医院诊所和其他医务机构等 相关人员的接种服务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2号宣布 日本捐赠台湾地区的124万剂 阿斯利康疫苗当中约有40万剂 已经是配发到了各县市政府 原则上是在6月15号开打 但若是已经做好准备 也可以随时开打 不过多打11个县市 因为疫苗不足 上调了优先接种的年龄 另外有谁通知接种 怎么预约 去哪施打相关细则也都是各不相同 指挥中心提早把124万剂 AZ疫苗中的40万剂 配发到各县市 原则上表示6月15号会统一开打 但若各地方已经发配完成 提早接种也不违法 去用第二剂的普通民众 配施打的名单当中 像是第一到第三类高风险族群 通常都有公司或医院安排接种 另外像是洗诊中心 照护机构也会有专业的医护 到机构帮他们施打 比较头痛的是七十五岁以上长者 各地方县府的规定跟顺序都不大相同 像是新竹市要求八十岁以上长者 优先接种 台北市 新北市 台南市 基隆市 云林县 嘉义县 苗栗县 屏东县都规定 是八十五岁 高雄市新竹县的首批接种资格 又变成八十七岁以上 宜兰县 桃园市 则要求为八十八岁以上 只有台中市 彰化县 花莲县 台东县 金门县 澎湖县 马祖县 维持在七十五岁以上 而具体由谁通知接种 怎么预约 去哪施打 细则也还在完善中 台北市 从十三号开始 提供卯罗预约 同步由里长 发送纸本名单 告知民众 要去哪里接种 新北市 各区公所官网 也已经发布公告 其余县市 或由区公所和里干 联络 或发放通知单 或直接由卫生局通知 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一个网站 那请地方政府在网站上公布 接种计划 那也要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那也提供民众咨询的专写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十一号晚间突然宣布 新一批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提前配发给各县市 让台北市和新北市急得直跳脚 说准备作业来不及 但高雄市12号一早就率先安排开打 这让台北市长柯文哲酸溜 质疑是不是有政治的内线交易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说 新北市无论是新冠确诊者 还是人口都比高雄市多 但分配到的新冠疫苗数量 却比高雄少 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9点1万剂分配给高雄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12号上午9点 由专车配送到7家医院 10点就率先开打 上10点就开始施打 也感谢很多机构 医疗院所的同人 假期的时候没有放假 有人说半夜11点接到 差不多10点多 10点左右 高雄市政府称 之所以能够提前开打 是因为5天前就开始部署 招募了3100名医护人员 在38个行政区设置 但这却引起了台北市长 柯文哲的质疑 双方各执一词 昨天晚上6点多 而且还不是直接接到通知 我们在媒体上知道说 今天早上疫苗要发下来 有时候我们就想想看 高雄怎么会一个礼拜前 就知道要发通知单 柯文哲拿股票的内线交易 做比喻显然心中很不满 在股票市场 内线交易是很严重的罪名 但是就不晓得说 在政治的场域 内线交易要算什么样的罪名 而让柯文哲不满的 还有新冠疫苗的分配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配发给台北的7万剂疫苗中 扣除1.2万剂 即放在指挥中心 真正能让民众接种的 只有5.8万剂 但台北市光是75岁以上的长者 就有约19万人 所以首批只能让85岁以上长者 先接种 我总不能在每一个 施打疫苗的地方 外面先摆一个擂台 从里面75岁的老人 自己先自相残杀 你知道吗 新北市长侯友宜 同样对新冠疫苗的分配 表达不满 因为相较于高雄 在这一波分配到的9.1万剂 确诊人数最多 而且人口比高雄市多100多万的新北市 只拿到了8.3万剂 为什么会这样分配 我相信 大概我们的指挥官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部署 怎么样的思维 这也要大家去请教 虽然新冠疫苗数量不如高雄 但在接种的速度上 侯友宜不甘落后 我们今天早上接到了 我们校立即展开施打 我们一刻都不停留 先从洗肾患者 以及注释型的长照机构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开始分配新一轮新冠疫苗 但毕竟疫苗总数短缺 各县市忍不住在意指挥中心 是否厚此薄比 台卫生福利部门副主管石充良 11号接受质询时被问到 这一波疫情的破口是什么 他回答是台北的万华区 这让万华区的民众很生气 批评民进党当局带头进行污名化 台北市长柯文哲12号 也对石充良再呛声 应该不想被病例砸第二次吧 有些我们在发言指挥中心 或是各个像地方政府一样 在发言的时候 其实多次的发言也难免 有一些的话语讲得不够的精确 那如果不够精确 而人们觉得有所伤害的话 那我要表达我们的歉意 台卫生福利部门主管陈时中 12号在记者提问前 先替自己的部署道歉 因为前一天他的副手石充良 在台立法机构被巡时 竟然说台北市万华区 是岛内这新一轮新冠疫情的破口 这样的说法 让台北万华居民完全不能接受 直指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将华航机组人员的检疫时间 放宽为3加11 即三天居家检疫 加11天自主健康管理 才是这新一轮新冠疫情爆发的主要原因 就连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忍不住怒气 也不用再推这些责任 那我也认为石充良 其实我跟他也算是熟识 我也认为他现在也认为他自己试验 所以他想要被我再把他病例砸第二次 柯文哲再提起砸病例的事 因为上回台北市病床数到底够不够的问题 让柯文哲已经很不满石充良 如果今天还在台大当科匹你知道 石充良还在急诊处当VS你知道 你敢讲他XX话 早就病例就砸过去了 对于台卫生福利部门 带头将万华区贴标签 不少人站出来捍卫 国民党及民代蒋万安 气愤的翻出自己5月份的提案 说他早就要求指挥中心避免歧视标签化用语 但台卫生福利部门根本没在听 这段期间我两次提案要求卫福部重视 万华被标签化污名化的问题 却始终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大家都思言都在所良缅 我是代表全体我们这样的一个 相关包括我自己 有试验的部分表达我们的歉意 虽然陈时中12号在指挥中心 两度因部下失言道歉 但外界的怒火显然一时还难以平息 台湾高端新冠疫苗解盲 号称所谓大成功 将向台卫生福利部门申请紧急授权 但每季价格高达881元新台币 远超过目前已经上市的其他新冠疫苗 比阿斯利康疫苗贵了7倍 可谓是全世界最贵的本土疫苗 引发了外界的质疑声浪 对此陈时中竟然回应称民众可以选择不打台产新冠疫苗 你是全球数一数二的鬼 若你没有签奖合约根本就没有厂商 若你知道你这样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我们一剂疫苗都买不到了 买不到国际认证的新冠疫苗 台湾自产新冠疫苗又爆出天价 据报道高端疫苗每季价格高达881元新台币 远超过目前以上市的西方流通新冠疫苗 甚至比阿斯利康新冠疫苗贵了7倍 哀哄是不平等条约 如果没有办法说清楚贵在哪里的时候 那人民在跟其他的国际认证疫苗做比较之下 自然而然会觉得贵的没有道理 为什么全球最贵贵在哪里 一个完全没有做三期的疫苗 大家都知道最贵的成本在三期的人体试验 我觉得不可思议啦 这个政府或高端或者这个样子 如果不是我们台湾签的这种盘子合约的话 高端联亚一支疫苗都卖不出去 最花钱的三期他根本没做 他的成本是所有的疫苗都最高的 大家觉得这像话吗 台北市长柯文哲更是有备而来 拿出国际认证的新冠疫苗价格来对比 忍不住开酸 人家这个是有牌照的 有认证的价格之道 你这个不好不好 还不知道 而且又贵很多 国际的认证的疫苗已经到7支了 要做一个新的疫苗 那对照主是要拿实验水 就是假的疫苗来测试你啦 这恐怕不合医学伦理 不要让政治去扭曲专业啦 如果要专业辩论 那大家就来专业辩论 高端公司宣布解盲成功 民进党当局关起门来自嗨 但是专家看了很忧心 抗体能不能代表保护力呢 完全不可以 综合抗体只是我们测的其中之一而已 但是我们整个的保护力 需要靠整体的抗体 来去共同合作 才能够造成保护力 民意生成性上是没有办法 提供一个有效的保护力的一个数据 还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一个完整的证据 跟保护力的证据来说服大家说 这个疫苗是真的是有效 高端公司还表示 未来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 会以所谓免疫桥接方式进行 遭质疑将创下全球第一例 用这样的方式来通过的 目前我手头上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资料 民进党当局一路开绿灯 强力护航台产新冠疫苗 让民众对其信心 反而大打折扣 我自己会不敢打 没有人想要当白老鼠 如果我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家里怎么办 因为他没有通过临床实验 如果打得出事怎么办 他还没经过第三期 这样子可能不太妥当 对于外界对台产新冠疫苗的疑虑 陈时中的回应颇为轻飘 如果民众选择不要打疫苗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那可以吗 我们这打疫苗这事情 在基本上到目前的政策 都是没有强迫的 也有很大的比例的民众 对于疫苗是有信心的 我们希望是如此了 针对民进党当局 对于台产新冠疫苗之自信 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 在脸书发文算 高端的台产新冠疫苗 给高端人士打 低端的进口疫苗 给我们打 物尽其用 台湾一定可以创造 第二个防疫成功的神话 台湾高端新冠疫苗解盲 对自家民代质询 陈时中说 民众可以选择 不打台产新冠疫苗 岛内舆论对此讽刺称 陈时中的话术 越来越精湛了 民进党当局此前规定 自费新冠疫苗 不能选择厂牌 遭外界抨击后紧急删掉了这项规定 但现在 陈时中没说的是 如果不打台产新冠疫苗 能否有已经获得国际认证的 新冠疫苗可供选择呢 事实上 根据民进党当局疫苗采购政策 至少500万或1000万以上的台湾民众 除了台产新冠疫苗外 压根没有其他选择 此外 高雄市长陈其迈要求医护人员 百分百施打新冠疫苗 巨打将开罚 民众不免疑虑 将来会不会开罚 巨打台产新冠疫苗的民众呢 中国时报今天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民进党当局为了护卫 与民进党利益相关的台产新冠疫苗 真是使尽了洪荒之力 这样为政党谋私利的做法 而且是与老百姓性命攸关的 新冠疫苗上 不但不能接受 还有可能逼民众闹出革命 联合报今天则以新冠疫苗之乱为题 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岛内疫情延烧 疫苗短缺 人心焦虑 为了接种新冠疫苗 民众各显神通 有人远到赴美或大陆接种 引发阶级落差感 有人半夜偷跑诊所打疫苗 引起特权疫苗争议 此外 11号晚间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突然宣布 新一批阿斯利康疫苗 提前配发给各县市 高雄却被爆出 早在一周前 就已向年长者 发送接种新冠疫苗通知单 且75岁以上的长者数 与分配到的疫苗量 几乎完全命中 外界不禁要问 如果民进党当局 连新冠疫苗分配都可以玩 考前泄题这一招 那还真把所谓施政优势 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文章最后指出 民进党当局已无法掩饰其智力失能的事实 台湾民众对生命健康的不安及恐惧 也随之在上升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 本栏目由金砖会务用酒 扶猫叫酒赞助播出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病机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随着印度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在英国蔓延 从5月下旬以来 英国疫情出现了反弹的迹象 当地时间11号 英国通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125例 达到今年2月底以来的最高点 英国政府正在考虑推迟最终阶段的解封 相关决定将于14号公布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印度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 比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传染性高出约60% 随着德尔塔在英国的快速传播 英国近期新增确诊病例数持续上升 其中约90%的新增病例都感染了德尔塔 报道称 英国政府原计划于6月21号放开最后的防疫限制措施 但按照现在新冠确诊病例的增长速度 预计到21号当天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将攀升至15000例 到7月下旬感染病例将回弹到今年1月的高峰水平 为阻止疫情继续恶化 英国政府开始考虑推迟最后阶段的解封 而英国首相约翰逊也被质疑 在防止德尔塔进入英国的问题上行动太慢 你 PGT莲接养了一半的数字眼想通用的重约 对著兩位子准备之旰 入口前新增肻发行动 在一 vom前方唱试 你必须 eso 我们永远地放在印默 practitioners H湾尼 Alicia 非常 early on 在一共同 feels 我继续ure 每个房型正在 Whether 还是一種兵设计 做生指导 你不 holder 访命 减色 当大家 对 便拥出 revenues 据报道 在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中 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打过新冠疫苗 有英国官员指出 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 能帮助人们对抗该病毒 好 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组简讯 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当地时间12号上午9点左右 停靠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汤都区附近的一艘货船 发生起火爆炸 据一名船员表示 当时在众的船上浴室洗澡 忽然听到一声爆炸 随后跳船逃生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随后紧急展开救援工作 据老解 大火燃烧了约7个小时左右 造成至少6人受伤 2人失踪 随河流飘走的燃烧桶 还导致附近的贫民窟发生火灾 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当地时间12号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西部 两辆迷你巴士遭遇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7人死亡 6人受伤 据了解 这两起爆炸都发生在当地一处 什叶派阿扎拉人聚居区 相距间隔仅2公里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 制造了这两起爆炸袭击 当地警方正在展开调查 美国和北约部队 5月1号开始正式撤离阿富汗 计划在9月11号前全部撤出 近期阿富汗国内袭击事件不断 安全形势日趋恶化 今年5月 巴基总统伯索纳罗 曾因不戴口罩参加集会而遭到罚款 不过同样的事情 本月12号又再次上演 当天 伯索纳罗在圣保罗市参加一场摩德车集会活动 现场人数众多 伯索纳罗被许多支持者围在中间 现场十分拥挤 但伯索纳罗和大部分人都没有按照防疫规定佩戴口罩 圣保罗州政府新闻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 由于伯索纳罗违反了当地防疫规定 将对他处以约110美元的罚款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6月12号下午 岐山梅园项目封顶仪式 在福建省福州市闽喉上街举办 该项目于2020年正式列入福州市级重点项目 2020年5月破土动工 将在2021年年底全面投入使用 目前整个建筑面积是89000平方 应该讲 从整个福州来讲 它这个酒店的重合体还是规模比较大 精致的沙盘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梅园创始人朱庆红正兴致勃勃的为领导和嘉宾们介绍着七山梅园项目的种种细节 七山梅园项目地址位于敏后县国宾大道北侧地处大学城板块 毗邻已经开通的地铁二号县上街站 总建筑面积为89755平方米 包含两座酒店及办公商业住宅综合性酒店商业体 直接地铁口一出来就可以步入我们的步行商业街 然后我们这个地下商业街也会引入这个知名餐饮还有胡适 准备做个休闲这种一条龙的 也让这个市民有休闲娱乐都比较方便 七山梅园的外观设计 兼具敏都文化和现代艺术两种元素 融合敏后文化精髓和传承 在街景上也将营造出历史古运的人文雅致 与街巷购物休闲交融碰撞的氛围 是传承着福建的明月文化的建筑形态 它的建成一定会在冥猴会形成一张新的名片 也是给市民的一间会客室 更是一扇窗口来展示我们福州人 冥猴人的代客之道 好 今天的海峡舞报到这就结束了 台海资讯带节目重装出发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提醒 ahora 记录 观看